字幕志愿者 李美贤 是有感于目前对文化教育停留在这个文化回应跟文化能力的培养 造成很多负面影响 那比如说好像更刻板化某一个国家的文化 表面是尊重但是其实是在刻板化 另外就是造成了很多文化猎奇的现象 比如说我有吃过越南的这个鸭仔蛋 里面还有软软的骨头之类的 但是这样的一种文化能力跟文化回应 并没有办法真正达到多元化教育 他想要突破或是铲除的这个种族阶级性别宗教的歧视 多元化教育其实就是要追求社会正义 但这样是无法达到社会正义的 所以我们认为说他无法达到社会正义 就是因为他缺乏批判意识的养成 也就是无法突破这个蒙意识 disconsciousness 那什么是蒙意识呢 蒙意识就是没有批判惯喜的心智 就是习惯以及接受现存的被规范的现存的秩序 跟知识的前提跟假设 那造成看社会只有一种观点 这是很严重的 那目前的一个研究发现呢 这个蒙意识很不幸的就是 普遍存在中小学各科教科书 尤其在108课纲融入多元化素养与国际理解 他的情况看起来是更严重的 是教育改革的一种大退步 而且多数我们访谈的教师 其实没有感受到 没有去自觉到这些问题的存在 那我们今天以国中数学教科书里面的比例 这个单元来举例他 他以这个女性身体 比如说上半生下半生 应该要达到什么样的比例 才能够达到一个好的女性的黄金身材的比例 那这个其实很明显的就是一个性别歧视 但是就这个问题我们也访问了一个数学界的 很知名的大学老师 他就分享在108课纲之前呢 其实他就发现了女性身体作为这个 讨论比例的一个议题 他觉得非常不妥当 就要他们删除 他说那是因为他对性别这个议题有自觉 可是大部分人如果没有自觉的话 就会像今天这种状况就让他通过了 那另外数学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抽象 把这个概念清清楚楚讲完就好了 不需要复杂的情境化 他说数学不是在教培养这个阅读能力 那我们是非常认同的 所以108课纲强调多元化素养国际理解是一件好事 但需要谨慎的设计 那我们以珍珠奶茶作为一个比例的个案 放在应该谨慎的放在教科书的 比如说补充的方块小方块或是什么样的地方 不要用情境式来干扰或甚至变成一个阅读能力的训练 那我现在就请两位这个热爱珍珠奶茶 比较年轻的计划参与者 李卫翰跟全英翰老师 他们也认为自己的身材蛮符合男性的黄金比例 那先请他们来说明 谢谢 哈喽大家好 我们呢就是只符合我们自己身材的黄金比例 但是不符合主流教科书里面认定黄金比例的助理 彦翰 我是这个计划的博士后薇翰 那我们今天呢要透过辉鞋的方式来介绍一下 到底这种所谓数学黄金比例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布提 然后让学生们去了解 那其实台湾呢最有名的就是珍珠奶茶 那不晓得你们马来西亚那边的珍珠奶茶 跟台湾有什么样的差别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这个 其实过去 这个珍珠奶茶 在这个马来西亚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普遍 正是到了这个1990年代开始 因为有这个泡沫红茶这样子的风潮兴起之后 马来西亚就有了一股就是追这个手摇冰 然后珍珠奶茶这样子的风潮 那其实你要谈到说如果在这个马来西亚的珍珠奶茶跟台湾的珍珠奶茶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们可以回来去看说 其实在马来西亚这一边其实有一个叫做阿嘎阿嘎的这一个烹饪的风格 那个风格是什么样的style 你知道吗因为在这个马来西亚其实我们对于这个烹饪并不会去 特别的去计算这个比例 就不像说我们看到的那个课本就一定要有一个比例这样子 就像台湾如果要买饮料的话 就我要全糖我要半糖 那个半糖可能是二分之一糖或三分之一糖这种 这种比较标准化的那种 对阿这个比较有趣的是如果你在这个马来西亚的社会里面 你不会看到说有什么就是去糖或者是去冰 这样子的一个饮料的这样子的概念出现 因为你要知道说在马来西亚的话 其实我们的这个天气很炎热 然后其实喝这一个冰然后其实就是消暑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其实就不会有什么去冰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去冰那糖度的部分呢 糖度的话因为马来西亚的这个辣茶文化已经是很久了 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接受很甜的这个饮料 所以我们并不需要说有什么半糖这样子的饮料出现 所以都是全糖 对阿对阿 那都没办法符合冰例 对阿这就是我们的悲惨的之处 对对对 OK 所以呢其实呢我们刚刚从一个简单的珍珠奶茶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我们台湾的学生 他平常会接触到的饮料的饮品 他其实就可以很清楚的反映在我们的教科书 对阿如果你想说如果我们要学习这个多元文化素养 何必要那一种复杂的情境 其实就是透过一个珍珠奶茶 没错 其实我们就可以学到 对不对 没错而且在台湾呢目前的教学现场呢 有非常多的外籍的学生呢 那参与在其中 所以从他们的文化和回到他们的生活脉络 其实这样子的呈现方式 才是符合108课纲文化素养 然后回应国际理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 对所以我们不要再谈这么比例了好不好 OK不要了 好最后我们的结论跟建议大致如下 第一个108课纲非常重视跨领域跟议题导向 鼓励教育现场结合多元文化素养 跟国际理解的课程教案设计 不过呢透过我们对教科书的close read 我们发现现有的数学课程教案设计出现 效度问题 同时也缺乏性别敏感度 阶级敏感度 所以梦意识非常的厚重 第二呢 在增强国际理解的部分 除了破梦之外 必须进一步相牵相遇他者的机制 进行批判教育学的对话 才可能产生平等意识的国际理解 要不然往往就流于 强化落后他者意识 深化刻板印象 造成有问题的国际理解 最后 本研究觉得 想要达到多元化素养 同时达到国际理解的多元文化教育 教育领域工作者 包括教育政策制定者 教师 教科书 编著者 本身都必须先具备破蒙能力 同时具备有足够的回应他者能力 以避免教育政策 教科书 教师 沦为一条龙 文化霸权推进者 却不自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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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